Odia Jungle 德国一级惊人闪电战,迅速占领波兰,法国等国,一时间让欧洲国家都惊恐不已,特别是法国让德军轻而易举占领,着实让人不理解,无论从经济还是国家实力来看,法国当时都比德国厉害,为什么这样的强国,就迅速被德军占领了呢? 法国被德国占领后,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,而且生活照旧,但却苦了法国女人,法国女人为了生存,向德军敞开胸怀,当时法国婴儿数量大部分都是德军留下的后代,法国的男人们去了哪里,为什么大部分的婴儿都是德军的后代? 德国战败后,这些与德军有过关系的女人们,又有着什么样的结局?出这里了解具体内容,一个敢说真话的公众号,历史开讲了,马上查看,历史开讲了,历史开讲了,回复对应序号即可查看,216子国一开战就投降,堪称最美骨气的国家,美女敬雨逼国士兵猛造20万混血儿,21千古第一武状元,立七朝而不倒, 马门显贵却能善终结局,223国最愚蠢的六大名人,明明有机会权倾天下,却非要自己作死,23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干了两件大事,第一件让台湾成了宝岛,第二件更让他千古留名,224五个女人倒,演一场功斗大戏,将这位16岁少年扶上了皇位,拉开了最强绑潮的序幕25, 对于这五位被叛国家的无耻叛徒,人们竟然没有恨意,却满是同行,而柳皇帝之后的第一位人,赵武灵王为何壮年退位,27古代一种刑罚,女性受了会羞愧投河,男性却很乐意,至今仍被使用制读者, 由于舆论压缩,更多犀利的精彩内容,会发布在下面这个小号,文章都不一样,欢迎朋友们扫码关注,以防失联,历史